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 旷野把他们困住了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他要追赶他们 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 有人告诉埃及王说 百姓逃跑 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 说 我们容以色列人去 不再服侍我们 这做的是什么事呢 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 带领军兵同去 并带着六百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 每辆都有车兵长 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 他就追赶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 埃及人追赶他们 法老一切的马匹 车辆 马兵与军兵 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 对着巴黎洗分 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 法老临近的时候 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 就甚惧怕 向耶和华哀求 他们对摩西说 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 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 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 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 我们在埃及 岂没有对你说过 不要搅扰我们 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 因为服侍埃及人 比死在旷野还好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 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 你们只管静默 不要作声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 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你举手向海伸张 把水分开 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 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 他们就跟着下去 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 车辆 马兵上得荣耀 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 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 埃及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了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 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 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 一边黑暗 一边发光 中叶两下不得相近 摩西向海伸张 耶和华便用大东风 使海水一夜退去 水便分开 海就成了干地 以色列人向海中走干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园 埃及人追赶他们 法老一切的马匹 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 到了陈庚的时候 耶和华从云火柱中 向埃及的军兵观看 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 难以行走 一只埃及人说 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 引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海伸张 叫水仍合在埃及人 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 摩西就向海伸张 到了天一亮 海水仍旧复原 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 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 水就回流 淹没了车辆和马兵 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 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 做了墙缘 当日 耶和华这样拯救 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 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 都在海边了 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 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 就敬畏耶和华 有幸福他和他的仆人摩西 上帝为了让以色列人学会 依靠仰望神 因此上帝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最后一堂课 就是法老的追兵 摩西也按照上帝的指示 在海边附近安营 让法老误以为 以色列人走迷了路 并且他们在海边安营 这是一个最佳的机会 如果这个时候来追捕以色列人 他们是无处可逃的 于是法老就安排了600辆特选的战车 还有法老的一切的军事力量 要让以色列人成为俘虏 灭掉以色列人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前有红海 后有追兵 他们正处于无路可逃的处境 他们没有出路 在这次战争中 从外在的条件来说 他们一定是要失败告终的 因为他们的装备非常的简单 只是一些简单的兵器 他们并没有精锐的装备 并且他们也没有受过 正规化的军事训练 但是法老却有600辆特选的铁车 这些铁车其实就是绞肉机 两边都是很锋利的兵器 铁车所经过的地方 刹那间就会血肉横飞 以色列民非常清楚 此时此刻他们的处境 但是上帝就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 操练以色列民 对神的依靠和仰望 这一刻对以色列民的意义重大 因为他们永远不再见到埃及人了 上帝要把以色列民的后路 完全的切断 以色列民的反应 其实在这个时刻当中 是非常恐惧害怕的 并且向摩西发愿言 说难道埃及没有我们的坟墓吗 你要把我们带来这个旷野 死在旷野吗 为什么要这样带我们呢 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服侍埃及人 比死在旷野更好 当以色列民遇到困难的第一反应 就是埋怨摩西 其实就是在埋怨上帝 他们对上帝没有信心 虽然在前面看到了那么多的神迹 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建立 对神的那种信心 在前面的13章当中 上帝为了让以色列民 不要忘记上帝拯救他们的恩典 就特别的告诉他们 怎么样才不会忘记神的恩典 但是刚说完这些话 接下来的事件当中 我们就看到他们马上的忘记了 前面神是如何的拯救他们出埃及的过程 这个时候摩西却对他们说 只管站住 看伊和华今天为你们实行拯救 伊和华必为你们征战 你们必须安静 不要作声 今天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你现在的处境 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是不是也遇到了像以色列民一样 前面有红海 后面有追兵的处境 对于现在的处境来说 你觉得透不过气来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负面的情绪 不小心会倾倒给我们的家人 也会埋怨我们自己的身边的人 甚至是自己的丈夫 自己的妻子 埋怨自己的儿女 也有可能埋怨我们的同工 埋怨我们的同事 其实这一切都是间接性的在埋怨上帝 认为上帝现在给我们所安排的处境 不合理 并且认为上帝不爱我们 为何要让我们受这样的苦难呢 我们除了在语言上面对神的埋怨以后 我们还会采取很多的行动 就像当时的十二个门徒 在海上遇到暴风雨的时候 船险些要沉下去 门徒们一方面拼命地保命 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耶稣在船上睡着了 却埋怨耶稣 我们都丧命了 难道你不顾吗 我们很多的时候 就如同当时的伊斯利民 和耶稣的十二门徒的处境 并且我们的心情在那个时刻 我们被困难所困 困难已经遮盖了我们鼠民的眼睛 我们已经看不见上帝拯救的双手 在十三章当中 我们纪念上帝的拯救 不但是一种纪念 这件事情好像不会发生了 已经成为了过去时 并不是这样 事实上 是一个现在完成时 是已经完成了 并且会不断持续地拯救的一个过程 就如同保罗所说 不但纪念上帝过去拯救我们 还要指望上帝现在拯救我们 也要指望将来神来拯救我们 在我们现在这样的困难中的时候 上帝对我们说 孩子 保持安静 不要作声 我今天要为你成就大事 为你征战 我要亲自实行拯救的大能 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战 只管 观看我为你成就的大事 圣经诗篇也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休息 知道 我是神 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是内心中没有休息 身上也没有休息 内心焦虑 外在靠自己的能力 发现不但不能解决我们现在的困境 并且让我们无路可走 在这样的情境中 让我们仰望神的聚恩 因为上帝 要让我们经历他 并且透过这些困难 让我们学习依靠他 只管安静等候神 承认我们的软弱无能 相信神的大能 全心全意的交托 与仰望神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同来安静 祷告等候神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